當然假設你這樣還要寫 因為每個Json的格式都不見得長得一樣 但是一樣的地方是說 它中刮弧跟大刮弧都固定的 還有Key跟Value 所以我們剛剛主要是做什麼 第一個就是把這個資料 把這個資料把它整個抓下來 用GET的方式抓下來 然後假設有點類似像Generate裡面 然後用JsonRose 這個方法把它轉換成一個字典 字典名稱叫DOCDE 然後再去GET這個 所以你會發現為什麼我用JsonRose 因為這邊有一個叫Recose 所以我把這個名稱填到這邊來 所以以後的話 你只要取得這個字典 這個DOCDE指的是這一個 一整個 這個整個就是一個DOCDE 然後我要這個DOCDE裡面的哪一個 這個Recose 其他我不要 有沒有有點過濾掉 然後抓到之後的話 因為它裡面 基本上 它是中刮弧 所以其實我用ListE應該也對 OK好吧 沒關係我改了就先改了 那假如說我要抓的是裡面的東西 假設我要的是 表達的是裡面的東西 那我就給它一個名稱叫DOCT2好了 那我把它整個讀過來之後的話 那取得後面的資料就Values 所以其實你會看到這個Values 指的是我要的是後面的資料 就是冒號後面的資料叫Values 然後最後記得要轉型 把它print了出來 這樣OK的 那接下來的話 我要存成三種格式 第一個是CSV的話 那還記得吧 CSV第一個啦 那你要想到 如果你要存CSV的話 那首先那三行一定要記得 那三行還記得吧 就是 我們先給它開一個檔名對不對 F等於open 那寫到最下面 然後呢 最後要write出去 所以這個的話 我是把它寫在這裡 這三行 有沒有 所以這三行如果假設你懶得打 你甚至可以怎麼樣 把它 拿一個範本吧 其實滿多地方 OK 那假如說我要存一個檔 名稱叫pn25.csv 然後write它 再來的話 需要write一個s 可是目前這個s並不存在 所以我只需要做什麼呢 就是把剛剛的串列 把它變成一個字串 然後尾巴要換行 有沒有 CSV一定是 豆點、豆點、豆點、豆點 然後尾巴換行 有沒有 CSV 然後上面一定是欄位名稱 所以呢 我們第一件事要先產生這個s 那這個s的話呢 上面我也許啦 藍位名稱我們就直接自己打好了 這樣比較簡單 所以呢 我在for回圈上面呢 就先增加一個s的變數 然後呢 這個s變數裡面呢 就放五個藍位名稱 因為有五個藍位 記得喔 中間就都加豆點 尾巴記得一定要換行 這個是固定規 所以以後 假如CSV 反正它結果滿簡單的 如果跟Json比起來的話 它超級簡單的 為什麼 豆點、豆點、豆點換行嘛 OK 那Json就沒有了 Json就複雜的要命 OK 比起來的話 所以當然啦 資料交換 這個CSV 當然是最簡單的 可是有的時候 你想說 老師那為什麼CSV這麼簡單 那為什麼不大家用CSV 簡單一點就好了 原因很簡單 因為CSV它不能當成一個物件 因為如果你寫程式的話 假如Json的話很簡單 你只要漏進來之後 你要哪個資料 把它當一個物件 你就可以取得它哪個部分的資料 其實相對 如果站在程式設計的角度來看 其實Json還是比較好 OK 比較好用 如果CSV反而不好用 OK 那所以呢 當然你不一定說一定固定哪一種格式 好那第一個我們欄位名稱有了 OK 然後接下來的話呢 就把這個串列裡面的資料 把它分別串在S裡面 所以呢 在這個底下 在Print的下方好了 我們就把它分別把資料怎麼樣 把它再串到它的後面 那怎麼把它串到它的後面 就是S等於S自己本身 再加上呢 後面這些資料 五個欄位嘛 那五個欄位其實分別是什麼 分別就List2的第幾個 OK 所以呢 基本上的話呢 我們就是 把這個List2裡面的資料 把它做拆分 那一樣 一定是 它的格式一定是 第一個資料 豆點 第二個資料 豆點 第三個資料 豆點 第四個資料 這個我們前面好像也有寫過類似的 那因為呢 我有大瓜糊 所以前面加一個小F 而且小F叫Format 然後再來把那個List2的資料分別把它放進來 所以這邊的話呢 你把它這個List2 裡面的第幾個 第中瓜糊 然後呢 因為我要把它切開來 取得List2的第幾個 List2的第0個 第0個指的是 等於是第一欄的資料 那後面的話 意思類推 再來的話就是 List2裡面的1 我先複製再來改 先把它複製 OK 然後呢分別就是把它改成 0 1 2 3 OK 總共五個欄位 然後分別把資料放進去 然後幫我格式化 這樣的話呢 最後 記得還有一個 最後記得尾巴一定要多一個換行 反斜線N 因為如果你沒有換行的話 那全部接在一起了 那就不會換行 OK 記得中間加豆點 然後符合這個格式 那全部串完之後呢 我們就S了 所以喔 這個S會先一個欄位名稱 然後換行對不對 欄位名稱換行 然後在後面再接 接什麼呢 接第一個 所以呢 這個List2 第一個幫我把它怎麼樣 幫我把它先輸出 然後放在S 裡面一直串 總共78個 最後就把它存檔 我執行試試看好了 執行 這邊 我這邊已經打開了 就會把它關掉 假設你看到這邊 有錯誤訊息是什麼 Permissions 有沒有 PermissionsL 表示說 我應該是Essal是打開狀態 所以這個如果出現 Permissions 錯誤的話 那可能就是那個 Essal沒有關掉 它沒有辦法存取 好 這個地方 假設輸出 結果沒有錯誤 那我打開看一下 在我的根目錄底下 有個pn25.csv 點兩下打開看看 OK 出來的結果應該就OK了 這個欄換不足 那當然 它預設的程式是Essal 可是如果你假設 你不要用Essal開的話 其實你可以按滑鼠右鍵 這邊一樣可以用 這個什麼 Edit with node 可以加加 或編輯也可以 編輯是記事本 記事本打開 就長這樣 所以是 痘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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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換行 有沒有 所以其實就符合剛剛我們做的這個程式 OK 有沒有 所以我們剛剛做的其實就是 這一串東西 那其實就是 這個東西的話 這個其實就是指的是這個 有沒有 這個先輸出 然後再輸出Lis2 然後分別一個 總共五個資料 然後最後尾巴一樣換行 所以這個尾巴換行一定要加 把畫面再還給各位試一下 所以先試著存成 CSV看看 CSV OK 第一個 你說老師 我CSV我覺得OK 沒有問題 我想要把它存成 Essal的話 那這個地方該怎麼 Essal的話其實 上個禮拜才做過 試試看 有些人 有些人 那這個地方 你不想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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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個地方 你不想要 你不想要 你不想要